立法委员刘兆豪在立法院的咨询当中 针对台铁新购车辆服务品质 台东航空的运能以及台铁南回路段 提升通讯品质等问题 要求交通部要尽速的协调改善 来造福地方的民众 立法委员刘兆豪与立法院咨询时 针对台铁局目前办理新购600辆乘计列车的问题 提出未来台铁采购增加运能的12节成绩客车 仍应考量行车速度保证服务品质 让行车时间维持不变 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在采购新的列车 除了提高运能之外 因为其实现在台铁的长距离的运输 大概是在东部干线是会比较多 因为西部走廊里面对高铁很大的竞争 所以你这样要做长距离的运输 相对的运能会比较减少 那既然重心是会在东部的干线 那我们除了要来关注它的运能提升之外 当然也不能为了说运能你提升了 结果时间慢了 本来是可以到三个半钟头 三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可以到达 结果你现在因为采购新的列车 可能它没有 它的行车速度整体都慢下来 会开到超过四个 半钟头那我就失去了我们采购新的列车的这样 所以现在次长因为在我们说 这个是铁路局在进行这样在预览 阅览等等 但是这样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完成招标之前 我希望你能够来确实的督导铁路局要来完成 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 要拿新的采购列车要提高运能 第二个在整体的行车的时间 速度上也不能去打一个折扣 刘壮豪令针对国内台东到台北的航空颁表 以三年未曾调整 特别要求交通部尽速与民航业者协调 演绎增加航班的可能性 市长那现在台湾的国内的航空运输 那当然除了离岛之外就是台北台东的航空运输 那我们现在其实整体运能 因为长期来现在虽然ATR72 我们觉得应该整体的运能还能够再提升 其实这是相对的 如果你班次你这能够再增加的话 那因为配合现在 其实网路的购票很多离岛的票价 事实上它相对也比一般你柜台上买的是便宜很多 然后你排班如果能够再提升 能够事实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搭乘 也能够有效的来疏散一部分的铁路的乘客 那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运能长期来 我们大概已经这样子的运能 大概除了假日连续假日以外 开加班了以外 我们这样的排班运能大概已经维持了三年都没有 至少三年都没有变动了 刘兆豪对于台铁南回路段行动通讯品质不良 要求交通部尽速协调电信业者改善 尤其目前北回路段规划于六月底前完成通讯品质改善 希望台铁局也能关注南回路段的问题 部长我先也请教局长 目前我们铁路局正在改善我们沿线铁路的通讯 就是上网无线通讯的等等相关的设施 那我看东部的部分也包括北回的部分 目前在加强的改善 但是南回的部分 南回事实上因为它隧道多 然后又受地形的影响 它通讯大概泰玛丽以南 大概就是非常的不好 泰玛丽以南一直到丰岗 过大午到丰岗之间 大概都通讯都非常的不好 那我请一下部长或者是局长来回应 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措施没有 我先请局长说 跟委员报告一下 交通部次长王国才 承诺三桌内协调民航业者 研议航空颁表增加运能 并于六月份改善台铁南回路线通讯品质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